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上山大部分都觉得 双手叉着前腿 这样上山 有什么不好处呢? 你想想把腰担到这么低 把上山重量押在四头肌里面 还有因为地面与面部的距离近 他不辛苦都不会做这个动作 还有做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好处呢? 第一,你把心肺和胸部压起来 第二,就会把全身的腰 应该我们上山上斜用力的东西 我们都要挺着腰 而你不用挺着腰 还要把腰弯弯地扔下来 将我们的面部和地面的距离拉近了 冷空气向下降,热气流向上升 当中午的太阳晒到气在石板楼梯水泥那里 那热气就向上升 你那个人还要污下来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走到头都暈 还有走到中树呢?就是这个原因 但反过来 如果我们将身体这样放松 后来就会将那个面望去四周 那个人舒缓了精神的困扰 第二,不要让那些热气流升上来 这样你吸四周的风都会舒服 还有当你放着腰的时候 你的手是会将你上身的胸打开的 那你吸的空气就会更加舒服了 你两只手臂 你会感觉到那些风在你的右前方 右后方 左前方 左后方 吹过来 那你只要将面部 迎着风吹来的面 那个位置 深呼吸 那你就得到很快 将你自己的困境和身腹 很快舒缓了下来 那反过来 如果你不是做这个动作 是做一般传统的人那种 按膝头歌 还要将头垂下来上去 还要再加上那些力 登起脚的话 那其实你的肌肉就容易更加快抽筋了 所以你每登一步 你的肌肉承上压力就会很大了